带婷- 你說你逗啊!逗啊! 我說這逗沒人買啊 你給我賺了八百塊錢,我買! 你還記得吧? 去年你給我這樣一弄,我賺了三十多萬! 是呀! 等我幹好事,我怎麼不理啊! 您就是山東的 山東湖寶一送江啊 人家平下裝農賴曲 不是,我們正要學的就是 師匯莫見! 受恩莫忘! 江湖上過去叫球邦 他也没求帮您就帮了他了 其实我做了真的很多好事 他不提我根本就想不起来 是怎么回事 您说说咱们这雷锋 我那时候 就是9月15号那时候 好多客户手里都有虫了 就不怎么卖了 不怎么卖了你说你斗啊 卖上风啊 我说俩又卖不了几个不卖了 你说我跟你想 你斗 斗我要 然后你完了斗了几个上风 大口比较好的 有的客户想要 你可以说不卖 不卖然后发给张帖了嘛 张帖给我说了 说李老师让你给我放那丑 斗得不错呢 他们跟你说啊张帖 全是雷锋 现在社会主义遍地是雷锋 做好事不是留姓名 不像过去做好事 后来你斗了连子 你斗了两天吧 他们都都烙不着药啊 你不让卖给他们呀 哈哈哈哈 他们烙不着药 后来第三天 你这方也没来有事 然后都买都抢着买 我去买了卖了 我记得是一百多条 都没斗得过来 斗了晚上两点 都没斗得过来 哎我实在也不撤了 我说老师明天再斗吧 哈哈哈哈 太晚了 这哥们儿哥古代就是那个 那个 那叫什么 燕青是吧 燕小蚁吧 斗区区什么东西 是吧 我们新生那个时候 十五分钟就开始排放了 在直播呢 哦 就是放了 七千八百吨今天排放了 哦 咋 那么多啊 今天要排四次 就每次要排七千八百吨 还十五分钟 那不那里的鱼啊 什么海鲜够呛 都都遭殃了 以后啊 不能瞎吃什么 瞎吃东西 瞎吃东西一定要 像我是吧 人家看我老面 我那是这点好 宁吃河蟹一只 不吃海蟹十只 这以后更不吃海蟹了 吃河蟹 吃河蟹 别吃海蟹 河蟹还是民族的 你看见没有 吃河蟹还是民族的 我这个原括号 没吃过吧 这都没事 这都没事 以后就看我转播 或者直播 以后争取直播 看成龙的歌吃什么 他讲究人 老北京是吧 黄城根里面 原来他们家那四合院 就看着故宫的角楼 所以他吃什么 讲究 然后你们就看我转播吧 是吧 我虽然说退休了 但是原新华社记者 过去我这文化水平低 今天老北京 有好几波 每天都都转播他们 如果这吃什么 有一个人黑 我跟你说就这口 这叫一个美 这叫一个得 这叫一个地 我一看吃什么呢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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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 得科学环保卫生 不能瞎吃 你看成龙的歌 七渣落了 你看这身体 还能够很轻松的 这就是背台词 背台词 对 不用写桌子 那跟我没关系 对对对 但平常我 我从来不会因为我的台词 而造成经济 没有没有 您那个台词啊 跟一般的不一样 现在我看那台词 你说写桌的这事靠谱吗 靠谱 那个台词哈 现在都特水 您看那好台词 啥什么一样 死去 还他们活着 是吧 就您那个 就特别符合 改革开放以来 大潮 个个比钱 个个兜负 但求最贵 不买最好 始终没说对 我这 就这八个字 你没说对过 对对 不求最好 但求最贵 不求最好 但求最贵 以前没有这摄像机 有这个我每天对着 跟镜子似的 我练 不求最贵 但求最好 又没说 又没说对 别那么笨呢 就这就上新华社了 对 听话当时 我小时候听话 就不像现在 就是学舌都误会了 就说会 老习一边就挨着打了 对挨打 先说一遍 就得记住了 这回记住啊 不求最好 但求最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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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说还错 肯定的 不求最好 没挨过打 不求最好 就求最贵 又来了 又自贵了 咬了命 咬了命 他真为你好啊 是吧 他不打你 真记不住啊 你看那天 我看他说箱了 李博祥 但是刚一张嘴 又错了 刘宝瑞一脚就给这孩子蹬出去了 没打 给他一脚 这一脚就给蹬出去了 这一根子 说差点没从屋里 就快到门外子去 不长个记性 那还是当着他父亲 当着李博祥的父亲 就这样 所以为什么父子交不了 必须得别人交 万人交 一子而交 对 一定是打戏 不打 不可能记住 就是为哪个角 从小学习被爱过打的 而且福联城还有一个规矩 叫打通堂 今天谈上艺人犯错 所有爱打 回去今天晚上 都脱了裤子 露了小皮股袋 什么爱打 打斗片子 啪啪啪啪 但那帮爱打的得恨他 一会还得打他吧 互相都记得 都记得 看了没有 今天他错了打的你们 你错了 明天 他们大伙也挨打 真管用啊 真不敢出错了 叶春善作为班主 师傅 他真坐在上车门那儿 扭了点儿看着呢 这边看着台上 这边看着后台 全都 全盯着 哪有错 他这就记心里了 回来 绝不赦账啊 说明儿再打 没有 今晚上 今儿的事今晚上就打完了 所以 为什么复联城出这么多卷啊 是吧 不仅棒打出孝子 棒打还出出人才 您再说那八个字吧 又错了 我 师傅您先打我的 肯定张仔可错 你那心急现在忘了 对吧 张仔一说肯定错 不求最贵 但求最好 错了吗 又错了 整个意思都错了 这回 不求最好 但求最贵 不求最好 但求最贵 如此可笑 对 不求最好 坏 所以这徒弟 不求最好 但求最贵 瞧我这喉舌者 这就得复联城都不收 一脚就得踹出来 我给你后脑勺 复联城还真不收 真不收 为什么 有反骨 不是 你有反骨 人家收你了 那个反骨啊 所谓的就是 有后脑勺子 它那个 带的窥头啊 这根绳 勒在这 反骨上 勒在这反骨底上 你这个后脑勺太平 没气 那你在台上 稍微一做动作 就掉了 就腾了 腾 术语叫腾了 灰都掉了 那你台上怎么能 所以没气 没钱都 没气 说没后脚跟 也不行 不行 你一抬腿 鞋甩 鞋这么台下边去 对 勒不住 都不行 实在不行怎么办呢 得了 上新华社吧 那您说 里面都坐上 打鸡乐 就当伴奏 对 音乐课 音乐课 您看 跟您出来 您不麻烦人 连您图队就不麻烦 准点 而且 关心部下 虽然说您这老说 打这个打那个 我这些东西 可能与我 与我多年的 我曾经在西游戏剧组 做过这个统筹安排的工作 整个西游戏剧组外出 衣食重型 场景拍摄 物资 群演演员 全是我来调牌的 而且正是我最年轻 年富力强的时候 我那五年 彻底锻炼了我 你想象一下 那么大一个剧组 一百多人 出发也好 走也好 不是现在的这种 有导航 有领位 有手机 打电话的 不是 不是 看电视图 看电视图 找公用电话 对 现在那时候真是这样 一切都很困难 但是我 那我都能安排得 紧紧有点 没有因为我的工作 事务而影响 而影响了拍摄进程 所以为什么杨洁导演 一直说 这是我的两只臂吧 所以就 没让您演戏 就让您整天 满过这个了 对 对 不让我演戏 演戏 演戏 也不是 你演戏 很多工作 没办法买 一点都到那个店 一点 你知道我那个店 我留个 养了一个人的组织能力 以后我觉得 还没什么事 你看似很简单 其实已经成为习惯了 这就是那个 毛泽东 嘿 我又不敢瞎说 就是伟大领袖 那个时候讲的作风 是吧 你是看不见的 但是他 三八作风 就类似那种 是不是那个过去大家就是门风 学风 就是风气 现在风气都是 一出来弄一百多个特警 是吧 前呼后拥的 咱别谈政治 不谈这个 别谈 他跟政治没关系 好嘞 就是一个人 尽量 首先做好自己的事 然后 还把各位爷的事 也都 受得比自己的事 还上心 这算不算政治 这算不算政治吧 叶老师 这是我刚才打电话的这个人 他是南北宁阳 今天是南中国唯一一个能拿这个国家工资的就是西帅 研究西帅的 我继承人 他等一会上店里去给你帮忙选几条床 我给你留出来三十多条 他前两天发行了 也是我们宁阳唯一一个写书的 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了 他的书发行了 哎呀 忘了 给他说 拿上 拿上里边 拿上两本书 他自己写的 写曲曲的 写曲曲的 哦 哎呦 学问 名阳为什么名阳天下 不是说瞎豆瞎弄点 那个翘子手 人家还著书立说 对 刘德强 刘德强 刘大腕 刘德强 刘德强吧 刘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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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头强 黄头强 我们后俩呢 哈哈哈 这个卡费上午 还挺发了 说的黄头强 哈哈哈 今天是三强聚会 歇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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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